色香酸醇浓 一腻糯米变成一滴香粽 每一分钟它都在变化 保留一项传统 不仅仅是一种调味料 更是舌尖上的艺术品 滴火了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正江人一言四季 一日三餐都少不了香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 谷物酿醋的国家 据史料记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我们正江香醋是中国四大民宿之一 酸而不涩 香而味甜 涩浓而味鲜 我们的原料和其他的不一样 我们是以优质的江南糯米为原料 江南地区独特的气候环境下 才能酿造出我们正江的横顺香醋 酿醋鲜亮酒 我们前期先用糯米 做成糯米饭进行糖化 然后再加入麦区进行酒化 需要的酒精度大概在七度左右 完成了之后就进入我们的核心环节 21天的醋酸发酵 来了之后先检查一下黑的温度 然后进行翻焙 尽量到空缸的时候要打散 因为你不打散把它给压实了之后 它就没有空气进去 营养它的后期发酵 我们每天都要去检查一遍我们今天的发酵状态 主要通过手抓 眼看和鼻子纹 手抓看发酵的温度 湿度 眼看就是看它的色泽 就是说它由嫩黄转回黄色和琥珀色 鼻子纹就是感受它的气息 是酒精味重还是我们的醋酸味重 然后再进行适当的调节 这个醋子拆分开来 左边的有字就代表酒 右边的吸就是21日 就是代表了我们这边的传统工艺的21天 所以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醋 因为酒洗阴 它要在阴凉的地方防止它的挥发 我们醋和酒相反 它需要日晒月露来形成独特的口感 陈酿工艺标准是最短是半年 陈酿上限是没有上限的 就是可以实现越长越好 据我所说陈酿醉酿的有50年 两年以上的陈酿的恒生香醋 它是就可以入药了 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会越来越丰富 首先这个坛当时灌进去的时候 它是满满一坛 日晒月露 它的泥消耗了还剩下半坛 说明这坛醋至少存放了10年左右 开坛的时候就能闻到很浓的香油外貌 这坛醋的色泽也很浓郁了 如果我们再轻轻摇晃一下的话 它会和红酒一样会产生挂臂 它的糯米非常的浓厚 入口的时候是微微地酸 往下孕的时候会有一种回味 一腻糯米变成一滴香醋 它是要通过非常复杂的工序 付出非常大的劳动 它的变化过程是非常神奇的 就是它的独特魅力所在 从13年前就开始学习各个环节 刚进这个厂的时候 我就不想去学习门技术 就是苦伤泪 而且你身上会有很大一些味道 爬出地之后被别人闻到 最难的就是我们的核心工艺环节 就是醋胚发酵这一块 因为它不光是对人的体力上面有鱼鳅球 对人的各方面的感官 都要有锻炼和经验 就是要长期越来 因为我父亲说过做这个东西的话 五年以上才能算是入门 在招聘的同时要使我们感觉它的温度和湿度 然后是看它的湿色变化 你的均匀度 然后是闻 有淡淡的酸味 它能不能弃得了这个苦 确实是我担心的事情 我们镇江恒顺相处是一种传承的代表 更是一种岁月接电下的匠心和记忆 每天你就要去看 通过你的手感、眼感、嗅觉去感受它 它每一个环节 每一天 哪怕是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 它都在变化 说这个东西是不能马虎的 刚开始就对这个记错这个醋 对单身的从这个致命上来看 就是一个酸子 融入了这个行业以后发现 香醋不仅仅是一种调味料 更是舌尖上的艺术品 我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再保留一项传统的东西 因为整个区业当建一庆潭 这个生产连线有十多年了 都是在2011年的时候生产的 500多吨处 当时是用电机一趟它们运上来的 你看 打开开 你看上面都已经积了一层醋木 这就是岁月的震发 进口酸 往后运的时候挺甜 最后回味到了首宿 首宿的时候就是一种回味香 这就是我们的品牌醋木 1982年来到了当时叫国营镇江恒顺酱厨厨 也到现在已经有41年的时间了 因为现在这个人的生活环境 生活条件都不断提高 对于团统的操作方式也不可能 我们的操作工具备既要懂传统 要有现代操作模式的理念 只有掌握全套的操作技能 才能有生存的空间 我们每天来机械化生产之前 就是先检查发酵成的 手抓 再做一把胚 我一下他的气息 看下发酵的是哪个阶段 检查过了指示的发酵情况 因为我们这行比较特殊 你说完全弄机械化的话 是不现实的 就是你的科技再放大了 你还是要通过人去掌控它 如果坚持传统手工 让我们的量永远不可能做到目前30分噸 但在创新发展过程当中 也要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看你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αυτ的就是 aos entrada 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诞 我一直用这说明镜与点栏目 不说明镜与点栏目 对 when 对 感谢观看